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准备中午要进食祷告 我们一起分担 就算天塌下来都要保持乐观 这么古老的火车 现在台湾的优质节目都要这样做 对 拿来 在吸一口 是鸡肉还义吗 好酷 这是IBM IBM 对 滚掌啊 玩得很高兴 对 Rostlam 这是最有名的那个 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他们的餐厅 我不知道 好酷 它拿的很重 一吃豆腐 你相信吗 歌红的朋友居然在 巴勒比市政府工作 真的那么厉害吗 走一趟巴勒比乡村博物馆 重温一百年前 加拿大的淳朴民风 由义工们合力修复的百年火车 带你穿越时光隧道 超大卷的鲜虾沙拉卷 感受越南菜的超人气魅力 刚是上帝的时候 然后在这每个礼拜 对神的那种 常常跟上帝约会 充满了浪漫 在这种环境里面 就觉得好浪漫 然后跟Vivi求婚 也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 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 就是 最重要的是你在这里找到人生的方向 对 就是在这里 我更确定我的生命到底要做什么 是的 我们爱旅行 要继续带着大家 感受加拿大温哥华的迷人风采 而今天要造访的这座城市 还有着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的美誉 我爱旅行 玩出好心情 好的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开玩笑什么去哪里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 看到后面这个风景 你就知道 我们现在人还是在国外 在这个加拿大温哥华 那今天我们来到 可以说是 我们干嘛来巴勒比市政府啊 开玩笑 你知道厉害的是什么 我的朋友 从 中间是没有断层的上班族 交友广阔 什么都有 所以你是说你有一个朋友 在巴勒比的市政府工作 开玩笑 他是做扫地的吗 开玩笑 收垃圾 待会你就知道 他是市政府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你知道 当我们来到这里 要进到市政府也不容易 你在台北 能随便进到市政府拍吗 还是不行 对啊 虽然我们在台北住了这么久 我们没事还要 也不能去 但来到这里 在一个外国的国家 我们现在要到巴勒比的市政府里面拍 好 那我们现在要赶快去找他 好不好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穿西装过来 但是 我们要带着一个严肃的心情 一起进去找他 到底是谁 是我的朋友 大概好资料给大家 走 你看看 真的 像一个小花园的感觉 对啊 这里是巴勒比 加拿大巴勒比的市政府 对啊 这就是市政府 所以呢 今天我要到市长办公室 要找我们的朋友 市长办公室 你都能进去 你在哪能随便进去的啊 太厉害了 今天跟你讲说 不行吧 我刘公宏交友广阔 好 好 最近到市长办公室了 没有 Office of the meal 对 虽然是市长 甚至是你朋友吗 你不要闹 你不要骗观众朋友 今天就分了比 市长了 不要太当声 在办公室 我们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不过我真的认识 可是你要骗人的哦 不然我怎么敢带你进来 你想想看 在这边的钥匙 你这样随便进来 我当然被抓起来 那你干嘛让这么小声 没有 人家有办公室在里面 我干嘛这么大声 我们直接出去 你看这样 您好 对 市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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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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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等一下 我要给市长办公室 谢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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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认识了 对不对 市长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还一起来跟他 带他去参观 国父纪念馆 对 这个就是我的朋友 张静 各位观众大家好 跟我说你也不容易 是 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可是为什么你坐在 市长的办公室 这个我就跟你们 他的市长完 我就跟你们解释解释 这个台湾可能跟这个国外 尤其加拿大 是不大一样的 对这个 加拿大来说呢 我们市长有一位 议员有八位 我们这八位议员呢 是轮流作为副市长 市长不在的时候 刚好我们就作为代理 所以现在市长 市长在欧洲 在欧洲 所以你就刚好 刚好代理市长 刚好我就当代理市长 而且呢 他最了不起的是 这华人里面 现在他是唯一 我们大家都讲温哥华 对 其实我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 这个观念 我们讲的大温哥华 其实是由九个城市 组成的 所以有九个市长 有温哥华非常地大 非常大 那我们班尼比市在正中心 是其中一个城市 那我们刚刚呢 在三个月前 得到了一个殊荣 就是整个加拿大 或为第一名的最佳管理城市 哎呦 他真的不容易啊 厉害 对对对 我先给你们看看这个 你说这个吗 你看多具代表性 对对对 台中市政府 就是表示自从你上任之后呢 你就开始积极地帮台湾 对 我们也要做一个 争取一个连结嘛 对对对 外交 其实这件事情讲得非常好 我们 当时我来这边念书 然后我们就常常 一天到晚一起出去 当时他还没有重振 他会重振基于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理由 对 为什么你会重振吗 对 对对 因为太无聊的关系 所以后来他就想说 办一个活动 做公益 然后他就开始来做了 对对对 没想要因为做一个公益活动 走上了他这个 重振的这个生涯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好好帮你介绍我们的城市 来来来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来来来来来 芬奈比市的建设 起于1892年 就地理位置而言 而位在大温地区的中心点上 而以地区发展 人口分布和城市设施来说 也仅次于温哥华市 而大温地区的第二大城市 发展至今 芬奈比成为商业和居住机能 都非常良好的模范市政 这三罐让我最 对啊 为什么市长办公室 什么糖果 为什么 市长来喝吃糖 不是你可以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小朋友 来市长办公室 然后市长会给他们一些糖果 跟小朋友拉进一些关系 这是我们芬奈比的试灰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试灰 你刚送给我们那个小的 那个就是 这是大阪 对 这是大阪 给你们这个小的徽章 这就是我们历届 这个我们所谓的友好城市 跟姐妹室 送给我们的纪念品 现在我们市里面最久 就是我们的Koshiro 在日本 我们跟他们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 哇 这里是议会 哇 就人家的质群 常在吵架的地方 就这边 这边会有吵架争执吗 这里不会 会像台湾的那样吗 我们这里是非常和平的 真的吗 你的位置 你的位置在哪里 我的位置是这个右手边 第二位 第二位 对对对不 不过VV今天你既然来了 市长也不在 我给你一个荣幸 你可以坐在我们议长跟市长的大会 那怎么好意思 对对对 赶快坐一下 被看到了让我可以 不会怎么样吗 本勒比市议会是加拿大BC省 本勒比市的管制单位 市议会的成员包括高丽琴市长 以及八名市议员 而张静不但是小数的华裔政府官员 更是本勒比最年轻的男性市议员 不过要坐上市长这个位置 还真不容易 虽然我有幸借坐一下 却感到浑身不自在 哇 Baby你能够认识张静这样的朋友 真不晓得你是哪里来的好运气呢 是他好运气吧 不过我跟张静 可是交情超过十年的好兄弟 走进了本勒比市议会 最让我惊讶的就是 从来这片浪漫到不行的美景 你们这市议会 怎么弄起来这么浪漫 不是我跟你说 你们这外面的景色 还这么漂亮 其实我们市政府 整个本勒比 他们叫做花园城市 为什么说温哥华 最适合人类居住 光在我们市里面的土地 百分之二十七 就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地方 全是公园 这是公园 是不是公园 这是什么 我沐浪 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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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我们都沐浪 过来 这一看就知道不会是公园 你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想的是公园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公园就像那样 公园的前面 你看 公园不可能让你看到什么 还有很多空气的 公园就像这样 一排都是树 然后看不到什么空气 进去里面都在树 所以我们的绿花做得非常好 对 所以到哪里看的都非常漂亮 从我们议会里进来 就看到都是花花草草 对 奔勒比真不愧是最适合 人类居住的城市 虽然商业发达 不过光是湖泊和公园的面积加起来 占地就有4400公顷之多 市销中却看得见利益盎然 那这里的福利好不好 其实在加拿大 福利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人性 跟人道质疑的国家 像常常那个 你们在路上不是看到 有这个stop sign 对 台湾可能比较少 就是 我知道有个收入或什么 有一个拿个牌子 一个牌子 然后叫你stop 一个红色的这个 这个stop sign的大部分的 这个我们所雇的员工呢 都是单亲的妈妈居多 这样子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是一个单亲家庭 你可能 对家里面的负担 一个人会比较沉重 所以我们都会让他们优先考量 那包括我们 薪水好不好 薪水非常高 真的啊 stop sign 不用什么技术吧 不用干嘛 就只是stop而已 这个其实也是挺危险 因为你是在大马路上嘛 有的时候这个天气不好 下雪天啊 那风吹雨淋 那一个这个单亲的妈妈 我们像是 我们以小时来算 一个小时将近 我们都给到1000块钱台并 7 一个小时1000块 一天8个小时8千块 腿病 我在加拿大留着大小时妈妈好了 什么 我跟你说 你还要先离婚呢 一个小时1000 你要不离婚 要不你丈夫发生什么事情 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为了赚一个小时800块 你好好想一想 今天特别准备了 你看看 礼物送给你们 这是我们的明信片 明信片 对对对 全部都是用环保制作的 还有小礼物 小礼物 还有这个 这个两份 不过这个是 你可以打开看看 特别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牌子 这个呢 其实呢 是我们在这个加拿大非常有名的雕刻家 雕出来的 中间是我们的市徽 后面是我们的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图腾 还有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有个非常漂亮的湖 它把它雕刻起来 全部在这 作为我们这个政府 放在一个 哇 纪念品耶 好漂亮喔 一个纪念的牌子 对对对 当你看到这牌子就可以想起 哎呦 好不好 我还是不要带回去 好耶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当然不是只是要来参观市政府而已 是是是 我要叫你带我们出去玩 所以以前我想来这边呢 找到他就没错了 告诉你们 什么叫加拿大No.1的城市 好不好 好吃好住 而且我告诉你们 这个光是在整个大温地区 中国餐厅 是 所以你每天三餐啊 早中晚吃不同的三家 都食物一样 还不会知道同步的 哇 没想到这餐饮业在这 这么发展 是是是 但今天我们不能光吃中餐而已 要吃各式不一样的东西 对 你好安排一下 好不好 出发 好 走 哇 没想到Bernaby的绿化做得这么好 张静 我等不及了 赶快带我们去见识一下 这个No.1吧 Bernaby 给你猜一下 你知道张静现在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吗 我当然知道啦 你没看到这流水沉沉的景致吗 想也知道他会带我们去一些 可以耍浪漫的公园看看风景咯 看风景 那就训调了 我告诉你 到了Bernaby有个地方非去不可 听说那里不仅可以看到一百年前 加拿大的民生风貌 以及各行各业的运作情形 甚至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你哦 来来来 这个 Good morning Welcome 这个 欢迎来到 这个差不多是一百年以前 我们叫7-11吧 7-11 对对对 一百年前的7-11就對了 对对对 我跟你讲 这里的所有的这个橙色物品 是 跟所有的装饰 都是大概差不多是一百年的历史 所以呢 这里也有一百多岁了吗 这个这个还没有 这个大概 你不能讲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真的哦 对对对对 哇 他现在示范给你看 这是 这是 这是磨咖啡的呢 是是是 很酷 你看磨咖啡搞这么大一颗 你看 以前的机器就是很大的 他问你要买多少咖啡 就好 所以你说 要5點就好了 你在1百年前 你这样子差不多就是五毛钱了 五毛钱 以一块钱可以把这台机器都买走了 OK Crit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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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怪東西 我跟你講 這什麼 這什麼 猜猜看 各位 你們看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你們來猜猜看 這台什麼 有個男人拿了這個機器 在弄他的肌肉 是肌肉還硬嗎 弄他的肌肉 你們猜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 真的假的 專門按摩你的肌肉酸痛 Masage Masage Exactly OK 酷 我就說奇怪 這個是 這個是 早期燙頭髮用的 這就以前的梨子夾 就是 夾燙頭髮的 對 燙捲的 早期的 這個也有梨子燙 是 好熱熱的 然後這樣 你看 好不老喔 好不老喔 有一次按摩 有一個特別的 對 你喜歡一個嗎 對 對 對 這是聖誕節 他們特價商品 對 他在跟我們演戲 他是很隱就於 在這個戲劇裡面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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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是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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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IBM 真的 這個是最早 IBM他們的設計 這是IBM最早 他們不是做電腦的 他們是做 切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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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還有這樣一段的故事 接著我和Baby 又要到另一個充滿驚奇的地方 好有信在這個地方 Thank you 而且是在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的信 沒錯 就是一百年前的郵局了 如果真的可以寫一封信 寄到一百年以後 我會寫上 Baby如果真愛有保存期限 我對你的愛 一百年也不會變 Oh Baby 我可以吐嗎 可以 時空還是回到一百年前的加拿爸爸 張靖還找來了一張小木頭椅 你可別小看這張椅子喔 它還可以變成梯子 很神奇吧 各式各樣的東西 你想買 不過你想買你還沒有錢 所以我先帶你去銀行提款 真的喔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回到一百年前買東西 得要先到一百年前的銀行去提款 張靖說的有道理喔 要買東西得先提款 我們呢 接著就去瞧瞧這一百年前的銀行 長的是什麼模樣吧 哇 這是銀行嗎 哇 拿領錢了 哇 這就是我們這個 一百年前的銀行 I know you I know you 我跟你說 2 jobs 2 jobs 這個 其實他是這裡的管道 他有2 jobs 不是 本來都是由別人來扮演的 其實他們是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鸾身兄弟 剛剛那是鸾身兄弟 剛剛那是鸾身兄弟 對 所以我們來這邊 我們要領錢對不對 我們要領錢對不對 你要錢嗎 錢嗎 對 我要錢 錢 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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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毛五 兩毛五能幹什麼 對啊 在那個年代啊 兩毛五基本上 我們三個人吃一頓火雞大餐 差不多就是兩毛五 這麼便宜啊 對 對 這要寶負的 謝謝 你有電話嗎 電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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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電話嗎 沒有電話嗎 其實在一百年前啊 他的這個銀行是非常的簡單 對 人類最早透過以物易物的方式 交換彼此所需要的物品 直到18世紀英格蘭銀行 發行了標準化面額的銀行券 才演變成為現代紙幣的流通 好了 參觀完銀行 下一站我們要去哪裡呢 現在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1900年到1971年這個藥鋪 而且它是在Vitoria的 然後真的是把那個藥局搬過來 而且你看它寫中文 對啊 這裡是中藥店 這裡是加拿大 加拿大Vitoria還有中藥店寫中文 你看 你猜猜這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 這個就放那個信件用的 放信件 Colon Colon 對 這香水那個 這香水那個 大概快100年了 大概放100年了 我們還沒吃過希臘菜了 這上面看起來真的很希臘耶 好有那個 還有這種味道喔 好味道喔 大雨後彩虹就要出來 希望一吃東山 對啊 這真的是中藥店耶 對啊 而且這個很像中國古老的中藥店 以前華人太厲害了吧 百年前就做聲音到Vitoria 到加拿大來 對 說起這間百年中藥鋪 它的歷史可說是相當悠久喔 20年代初期啊 Burnaby已有兩間百貨公司 和60多間雜貨店 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唐人街 但已經有不少的華裔居民喔 因此啊 在這裡也可以見到像這樣一間 頗具規模的華人周藥行喔 像加拿大早期的鐵路啊 都是我們華人來幫他們帶的 真的喔 真的 然後你看看 你們猜猜這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 這個就放那個信件用的 放信件啊 唯一有可以代收中國來 寄過來可能家人想要寫信給他們 寄信的 寄信的 幫他收這個信件 收這個信件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他們沒有地方去 或者是不在這個地方 在外地 尤其是很多這個外國的朋友 不一定看得懂中文 好不容易有一家中文這個藥材店 中文藥材店 所以這個藥材的老闆 就特別做了一個這個 譬如說我們的華人 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家中藥店的由來 1900年至1971年間 原本由B.C.省府 維多利亞所經營 後來才原封不動的 完整牽引到博物館內 提供遊客們參觀喔 沒錯 來到奔德比鄉村博物館 村內三十多間的房舍 除了之前帶大家參觀的郵局 到處可見一百年以前的 純樸民情 還有學校 麵包店 野精打鐵工廠等有趣的展館 而且不只那位很愛眼的館長喔 館內的每一位服務人員 都會穿上19世紀的服裝 為遊客們講解當年的盛況喔 哇 有太多太多出乎意料的發現了 真的沒有辦法在節目裡面一一介紹 不過呢 驚喜絕不僅至於此喔 下一站可是非常的了不起 瞧瞧我跟耕吼又要帶大家去哪裡了呢 哇 這是哪裡啊 對 這火車在開 你不要一直動啊 感覺 這麼古老的火車 現在台灣的優質節目都要這樣做吧 對 把握過去了 喂 我們這 像帶我們來的地方是哪裡啊 我跟你說 有沒有這麼古老的火車 這個是在我們公認給我們有一個 這個特別的一個鄉村博物館 這個鄉村博物館 是 這個火車差不多就有一百年的歷史了 是 是 這個我們是在這個1912年 他們這個造好的 那這個火車在1950年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現在當年這個火車就是連貫我們整個 這個被資深幾個城市的這個火車 所以呢 這個火車呢 你看 現在翻新的好像新的一樣 對 對不對 這火車呢 完全都是由我們市裡面的義工們 大家齊心協力來rebuild 來這個瓦拉里翻新的 這感覺整個好新喔 對 實在是很古老火車 這個在我們電影裡面 有一些卡通的電影裡面 哈利波特之類的 或者一些那種卡通的電影 我記得一個什麼聖誕節的 有有有有 就是這種火車 我跟你說 以前的人啊 因為這個在火車上跟現在一樣 他們現在不是有很多人 玩這個呼克牌嗎 對 在坐火車比較久比較無聊 所以他們那時候發明 如果大家想要玩大老二的時候 就把椅子這樣子 哇塞 你看看 以前就有這種發明了 才怪 如果不認識的朋友呢 然後兩個人 你好 你好 很擔心 然後你看腳來著 腳來著 然後這 對不起 摸到自己腳才不想摸到對方了 它不是這樣子的 那時候是應該 這個應該也是可以 就是換方向 就全部都要換成那個方向 對 每一個人都可以換成方向 如果要往這走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我們 我們再往前走 來來來來 好 原來在100年前 就有更換座位方向的先進設計 張信仁 你可千萬不要交換了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了 100年前的火車最好是有專門為打普克牌而設計的座位了 亂說嘛 好 雖然這座百年火車經過了社區志工們的翻修 不過車廂內還是隱約看得見過去輝煌時期的歲月痕跡喔 真的要好好感謝當年齊心協力修復這座火車的義工們 因為他們的付出這麼珍貴的歷史遺跡才得以保存下來喔 要幫我刮鬍子就對了是嗎 哇 太酷了這個 讓你感受一下以前就是 我們那個 古老的時候刮鬍子 對 還有這個 是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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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館長啊 玩得很開心耶 好 你準備好了嗎 好 所以今天來了好好替你服務服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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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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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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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放一百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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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太可怕了啦 就在館長的自編自導自演下 搭配著極度逼真的百年場景和道具 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 好 好 來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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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好可愛喔 對啊 我跟你說 這個教會在我活得你這裡 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有人在這裡舉行婚禮 我覺得來這邊結婚可以怎麼樣你知道 你自己拜一個父母的婚禮 對 對 你充滿故意那種復古的 然後請親愛好來參加通道餐 然後你自己穿的那個婚紗都是那種很復古的 對 你在這裡可以這個好玩有趣 而且可以了解更多的歷史 對耶 教堂呢結束之後呢 我想我們在這個博物館參觀了非常多東西 對 然後現在肚子也慢慢餓了 是不是 要帶我們去這個 要去吃是不是 當然 當然啦 你們開玩笑 今天你們來到這裡 我們說了 那不用聊 真的 所以呢 今天在教會裡面 我們準備 從你的外型看不出來 你常進食禱告 對 好啦 好 我們現在去帶一間特別的餐廳 真的喔 好 走 復古又有趣的鄉村服務館 每年7月1日的加拿大國慶日 還會舉行相當特別的慶典活動喔 希臘一個充滿神秘的國度 不僅游泳術無盡的文化遺產 更是民族政治與人文藝術的發源地 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一探 希臘迷藝人的魅力 但先看看法拉利 好好喝這麼漂亮喔 我跟你說喔 這一家餐廳非常有特色 是 這個呢就是這個老闆特別自己啊 非常愛玩車 一個希臘人 真的喔 所以我今天帶你來一家希臘餐廳 我們進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還沒吃過希臘菜了 這上面看起來真的很希臘耶 好有這個 其實還有這個地中感的風格 很有味道喔 我跟你講 你進去看了它的陳色之後呢 你會發覺這個老闆 是一個非常細膩的 我相信老闆 嗨 非常好 很高興認識你 我的名字是Vassili Vassili 我的名字是Vivi 我是Viu 歡迎來到Vassili 這個 歡迎來到Vassili 這個是他這個希臘餐廳 所有的陳色都是這個 我們老闆親自 親自 親自 謝謝 謝謝 這是我的藝術 我建造的 打從我一走進這間希臘餐廳 就能感覺到一種特殊的氣息喔 有比於一般對於希臘地中海事 藍白的色調 老闆是選用各式各樣擺設 堆砌出截然不同的希臘風情 建設了老闆的藝術天分 接下來才是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 希臘菜 準備好了嗎 好菜要上桌囉 他真的是希臘人 真的老闆是希臘人 你從英文 對 我們常常說你在英文 Dekanis Dekanis 你好嗎 Dekanis Dekanis 所以我們來加拿大也可以 就是遇見希臘人 光是在我們這個Burnaby市 我們這個官方口氣的語言 就有102種之多 你看200 所以各個種族都在這裡 對 205個國家參加好運 裡面有102個國家 就遇到我們Burnaby 在加拿大 是 今天這個老闆親自下廚 為我們準備各式各樣的希臘 我要先介紹一下 對 我們可以邊吃邊介紹一下嗎 不行 要先介紹一下 要先介紹一個 對 哪個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就是 烤鴨 這是最有名的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是他們的餐廳 這是他們叫做烤羊排 烤羊排 在希臘非常有 希臘 而且很嫩 非常非常的嫩 冒煙耶 冒煙的牆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 你吃得太辣塊了吧 要不要 你再切一半 OK 我的意思 我是不敢吃羊肉 但是我要試試看 它有沒有羊味 先嘗嘗看它的 很香耶 這羊排肉非常嫩 通常羊肉比較硬一點 而且沒什麼羊肉味 你應該還滿喜歡的 對 你看那個羊 羊肉吃都很嫩 好喝 很嫩 真的很嫩 這個特別的醬 我們叫做烤羊排 是 製造的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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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糖 所以它這個 現在加拿大還有名字 鮭魚 對 這個是野生的鮭魚 然後上面有檸檬汁 主要是在它這個醬 它們的每一盤都有這個白色的 對 這個醬非常特別 這個裡面呢 有這個小黃瓜 然後有這個橄欖油 所以他們把這個醬 放在這個魚上面 因為希臘很特別 是它的沙拉 希臘人非常愛吃黃瓜 所以它的沙拉就是這個 番茄黃瓜 然後加上一點起司 就非常好吃 白白就是起司 為什麼你為何要開一個大餐廳 為何要開一個大餐廳 為何要開一個大餐廳 我已經在這裡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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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是一個 什麼叫做 我開始了 當我開始了 我最初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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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我們整個大溫地區 第一家希臘餐廳 那它來這裡三十年了 連續十年 夺得我們市裡面搬的 最好吃希臘 希臘餐的醬 真的 希臘餐的特色到底是什麼 對 它有什麼 它有很美味的 味道 我們煮的 我們煮的 最主要的食物 都是煮熟或煮熟 它有很好的味道 因為我們煮熟 我們煮熟 我們煮熟 可能一天前 希臘食物偏酸耶 偏酸 因為他們很愛用檸檬 是不是很自然 為什麼喜歡用檸檬 是因為希臘盛產檸檬嗎 還是怎麼樣 檸檬 它給食物的味道 所以 像檸檬 像檸檬 跟所有食物 四川人吃什麼 都要叫辣的 所以希臘人 他喜歡吃酸的 剛才我們喝了他的湯 湯也是酸的 湯也是酸的 好酸 不要大家誤解 以為這個東西已經臭掉了 其實他是故意要放酸的 加了很多的檸檬 所以他每一個食物 他都要擠檸檬 他都要配檸檬 而且希臘它的飯 為什麼是這個顏色呢 它是已經有調味過的飯 這好像是燉飯耶 這算燉飯嗎 它這個是 這個飯是米 直接是煮熟的 已經煮熟了 熟了 然後就把青菜都一起煮 一起煮 味道和入到飯 沒想到希臘人 還滿注重健康的 剛剛老闆也在旁邊 在這個 我們 我看到他偷偷在練健身 他沒有偷偷 他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的在練 你每天都在練健身 老闆年紀其實不輕 你看看他的肌肉 老闆年紀是 開一台法拉利 我說他還沒有法拉利 而且他還練健身 你要這麼打開啊 但是我的肌肉 穿長袖看不太到 沒有肌肉 可能你會打我 我不知道 好棒 因為他拿得很重耶 他剛拿我看過真的 30磅 你平常拿多少 我也忘記了 若你比我高兆的 我是56年 若你穿55 你是55 所以我是18 Kali Orex 我沒有講 就是 Kali Or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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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里尤 欧热 耶 太不想用 Everybody 我们一起来 帅一帅自信再出来 Everybody 我们一起来 帅一帅 漂亮 Everybody 我们一起来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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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想要吃得美味又吃得健康 就非希腊才莫属了 强调低油料理以烧烤的方式 取代油腻和油炸的重口味 再加上用柠檬 来提升食物本身的味道 真的让我们一吃就上瘾了 糟糕 糟糕 这里是加拿大 回到台湾我就吃不到了 怎么办 超道地的希腊菜 清爽又不油腻 喜欢吃酸的朋友们 不妨也来尝尝先吧 我之前有来过这里 但是我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我从来没来过 这个景色这么漂亮 你没来过对不对 对啊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著名的 Burnaby Mountain 是 这里非常的漂亮 刚好位于我们这个 Burnaby这个山上 旁边有我们这个 全加拿大非常著名的 叫西门飞沙大学 是 这里地势很高耶 对啊 这里是很高 可以看到好远哦 我像从这个地方看 这里可以看到很棒 那你整个看的是温哥华市 这里整个浮旺下去 就是温哥华的夜景 海拔一千两百公尺的Burnaby山 位于Burnaby的东北面 山顶是相当具有特色的景观公园 居高临下 视野广阔无垠 温哥华市和Burnaby的建筑物 一览无一意 公园附近还有登山步道 供游客践行 沿着上山的公路 也可以步行至半山的西门飞沙大学哦 咦 贝贝啊 你有没有看到那一根根气势逼人 有风格特异的柱子啊 上面好像还有图腾耶 奇怪 我怎么觉得他们好眼熟哦 你送给我们的那个牌子上面 就有很多一根根的木头耶 没错 是这个吗 就是这些了 刚刚上面是有房子 那平常是怎样 开船是 平常开船 然后开到我们的码头 然后再开车去上班 郑道堂可以说是这个在 整个北美是这个 占地最大的教会 教会的体育馆 好大哦 好东西还在后面 这是个个人的最爱 越南咖啡 世界上有非常多有名的厨师 就移居到永远都滑 来直 Coach 来直播 翻标 你也不会上乳师 到美 every day 要вет 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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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辉 пока 到辈来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印第安人 罗拜的对象 可是这怎么写日文啊 对 那这个图腾的特别呢 这个并不是原本的印第安人做的 这个图腾呢 是我们的这个姐妹城市 Koshiro Koshiro 帮我们特别呢 就是等于是姐妹市座的一个地标 你看看那边图腾上面有只熊 对啊 那个熊 寥望的地方呢 他们寥好了京都纬度 就是寥望的日本岛 就是寥望的那个城市 意思就是说呢 在我们这个友好城市姐妹市呢 帮我们做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这个地标 纪念两边的友好 然后呢 让他们的熊呢 寥望到这个我们两边的姐妹城市 日本猫头鹰是不是 对对对 这边还有只猫头鹰 这本里非常著名的 这个到了每逢这个假日的时候啊 人山人海 也不能说人山人海 非常多我们的这个市民呢 这个西班在这里这个给野餐啦 带到家里面的小宠物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好的地方 那你可不可以带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最棒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很漂亮 对前面有一个地方浮望下去啊 可以看到一个像是整个峡谷一样的地方 我们过去看一下 对对对 我跟你说 这里叫做门画的感觉 这个叫做Burnaby Mountain 是 很多我们中国来的朋友 看到这里就觉得说 有点跟这个长白山的天池 有几分雷头 真的 有耶 你看这样看下去 真的好漂亮 这从这边看上去 然后山中间还有山栏 然后那个湖水 这边是湖 这个是湖 不过这里唯一的呢 就是有点冷 现在山上啊 城堡山上了 好冷 我们是不怕冷的 你看我今天就刚好这个搭 搭配得非常的好 对对对 不怕冷啊 我不怕 我跟你讲 我有真皮大衣 所以我不是很怕 真皮大衣 对 哇 这里更漂亮了 太漂亮了 刚好有一艘船 我来加拿大这么多次 我从来 这是第一次来 我之前来都是晚上 但晚上我没有来看这边 这里的夜景也是非常的美 你看现在是差不多有点黄昏的时间 对对对 跟清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路 对对 所以这个雾有一股特别的朦胧美 他们说这个摄影学院的学生啊 如果来加拿大拍照 这里怎么拍啊 我估计都可以拿到加拿大 都可以等他第一名 对对对对 因为风景实在太美了 对对 哇 这你知道吗 我来到这里啊 就很想学油画 对 这里好像油画的感觉啊 对啊 随便画都那种好像可以画出很漂亮的 我知道这样虽然是快冬天了 但是它这个树木的颜色啊 花草草 还是有很多颜色 医师这里有诗情画意的啊 非常多的人啊 是住在这个岛上面的 这个小岛上面 小岛上面是有房子的 那平常是怎样 开船上 平常开船 然后开到我们的码头 然后再开车去上班 或者是度假的时候 就住在小岛上面 我曾经在那边看到有介绍 这个船呢 可以直接变成汽车的 就开一开船 它到路上一片汽车了 直接住在那个小岛上面啊 太浪漫了 你知道为什么 在街上很多老外或黑人呢 就这么会跳舞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天气太冷 所以他们只好放到医院 就一直抖动自己的身体 不知不觉 舞就越跳越好了 跳起来了 因为黑人穷嘛 所以他们在街上来没事 就是一直跳舞 对 我知道张静现在非常能的 张静 快点 来跳舞 我 市议员也要会跳舞 我 不管你是跟我们一样爱跳舞 又或者你是张静那一挂的 肢体障碍衣族 但是我相信 只要一登上奔得比山 你都会爱上这 诗情画意的迷人景致 好了 体验了大自然的美 接下来我和Baby要带大家 去感受另外一种美咯 美到不能再美的景色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心自上Burnaby山来瞧瞧 绝对直回票价哦 Baby 来到温哥华 真的天天都有惊奇耶 就像刚刚在Burnaby山上 看到的美景 实在太经典了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然后哈利马上就会浮现 一幅幅如湿如画的景象 好美哦 在这个景色之下 我们好像在做梦一样 不过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 它可是北美战地面积 最大的一间教会哦 而且不只建筑物本身很大 就连内部的装潢和布置 也都相当的用心 而且听说教会里头 还有一个令众人羡慕不已的设施 那就是先卖个棺子 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哦 Baby 参观了台湾这么多间教会 今天有机会拜访北美第一大教会 好期待哦 窗户外的天色也渐渐黑了 大温哥华盛道堂 我们来咯 嘿 三公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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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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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 你好 我是Bibi 你好 你好 三公主 你好 因为我们这次来到了温哥华 介绍奔乐比 那这个议员告诉我们说 这里是最大的一个教会 对 这个圣道堂可以说是 这个在整个北美是 这个占地最大的教会 听说有 牧师有一万八千多瓶 是五万多尺 五万多尺 换算差不多就一万八千多瓶 是 好的 好的 牧师非常高兴 我想说可以不请您来 带我们参观一下你这个教会 好 好 顺便能介绍一个这个教会 给我们的朋友们 好 欢迎你们真的 真的是感谢主 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在主里头来分享 对对对 好 这个教会是在1995年 搬进这个堂 那其实大温哥华 圣道堂是在1972年就创立 那以前不是在这里 以前是在 Frazer跟51街那个地方 那因为后来神的恩典 所以人数一直增加增加 后来我们就 搬到这边 搬到这边 95年开始在这边聚会 那刚刚开始是 孙悦安牧师从西雅图来 从两个家庭开始 然后到现在 已经有将近 包括分堂将近有2000个人 所以 那孙牧师已经退休了 那也是我们的顾务牧师 那我现在在这里当主任牧师 对对对 那 恩哥华圣道堂 礼拜天的聚会是有 9点钟的英文的聚会 还有 聚会聚会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来 请进 请进 对对对 这里大概可以容纳多少 这里大概可以容纳 1300个人左右 1300个人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到的话 这边其实住不下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分 9点有一个英文堂 那10点45有中文堂 那后来因为人数一直增加 所以现在除了母堂之外 还有四个分堂 就是有Suri分堂 高桂林分堂 列治文分堂 还有维多利亚分堂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那教会其实有很多的福音的事工 那我们教会有16个团庆 有16个团庆 那年龄层大概 年轻人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年长的大部分20个% 那剩下的就是中壮年 对对对 管风琴吗 都是有配色的 是配色的 是配色的 白的耶 白像木色 很多教会去介绍过很多 它的这个管风琴 哇 这个颜色是我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不一样 这是特别设计的 特别设计 有复堂吗 这里 复堂有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边是 那复堂其实是相当的温馨的一个堂 是 来来来 请进 请进 来 哇 好可爱 这个复堂 我们通常是用于圣经学院在这里 因为教会有一个圣经学院 就算我们培养 是 有这个心智要全时间侍奉 但是他们慢慢的在这里受训练之后 然后到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转到圣经学院去 所以教会自己有圣经学院 从1997年就开始了 是 其实这样是好的 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同工 训练课程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领袖 对对对 他们可以学习一些 这个教会的一个DNA 对对对对 不然的话通直在外面学会 从外面过来 有时候这些的 刚出来的这些传道人 不太熟悉这个教会整个过程 对对对 反而大家在这个行业上面 会有很多 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很好的 我们自己的教会 大温哥华圣道堂所设立的圣经学院 专门培育有志成为传道人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在进入神学院就读之前 先经由教会本身的装备 打好基础 多元化的培训课程 更帮助学员们全方位成长和发展 我再带您去看体育馆 体育馆 体育馆 这是教会的体育馆 所以这是教会的体育馆 好棒喔 我想我们这个体育馆 应该是算是很标准 因为连地上的这些木板 是照MBA的那种标准 太棒了 对 而且这除了打篮球之外 他可以做很多的运动 对篮球之外 还有羽毛球 还有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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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种教会的体育馆的事工 也做得相当好 我们礼拜三礼拜四的晚上 都开放给外面的人 但是在开始打球之前 总是会给他们一些很软性的福音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透过体育馆 也有很多人信出 那时候就想说 台湾如果有一个教会里面 有个这么大的体育馆 该有多好 所以你知道在加拿大真的是大 真的 真的是大 连体育馆很多都这么大 在这里面当青少年只要是 太幸福了 很幸福 所以很多青少年也因着体育馆的事工 他们就进到教会 对嘛 这就对了啦 对青少年而言 像这样的一个体育馆 正好可以吸引他们走进教会 真的有不少人因此而认识上帝喔 很多中国的海员来 所以你们他们等于靠岸的时候 对 你们就去 传福音 把他们带到教会 带到教会 然后传福音给他们 那这样做这个事情 事工大概有多久 有将近十年 差不多有两千多人信主 真的 太好了 感谢主没想到这样子 这样也行耶 也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去 对 并且当中还有几位 已经是在他们的教会里头 成为传道人 太好了 太好了 和牧师说 传福音的方法有很多种 不论是利用运动的方式 鼓励青少年走进教会 或是关怀中国大陆来的海员 只要将心比心 体会对方的需要 每个人都可以在传福音的 事工上有份哦 北美第一大教会 大温哥华盛道堂 不只教会很大 爱神和爱人的心更大哦 就是这一家了 我跟你说 非常特别 而且非常有特色 真的哦 真的 哇 看起来生意非常好耶 没错 张静现在带我和VV 来到的这家餐厅 正是本了比一代 超人气的越南餐厅哦 虽然我百思不解 为什么要大老远 跑来加拿大吃越南菜 但是由我这位好朋友 兼市议员挂保证推荐 我们姑且一试咯 哇 像菜哦 没想到我们来吃越南菜 是 这么丰盛哦 对 我跟你说这个 其实越南菜非常健康 是 你看它们有这个沙拉 对 你知道吗 我在台湾啊 没有那么大卷的 对啊 你这怎么 是不是来到加拿大 这个方式有点大 什么都要放大 对 因为大家体积大 所以食量也比较大 对对对 这个是越南 我像台湾也很多 非常流行的香茅鸡饭 这就是香茅鸡饭 这就是香茅鸡饭 这也有香茅鸡饭 对对对 因为加拿大的海鲜 非常的好吃 这个村鸡真的很好吃 是吧 整个就是大到一个不行 口感非常好 我们来到这里啊 常用介绍都是各个 本了比的各个地方的菜 在本了比 我们除了华人是占 全市居民的36%之外 是 接下来就是意大利人 跟越南人是最方的 所以这里的越南人非常之多 所以它的越南的餐厅的味道 也会特别的好 像是越南特别的地道 而且我看到 这边的客人也非常多 是 表示这个越南河粉 大家都能接受 是 我们赶快来品尝一下 OK 这个河粉 其实里面要先加一点 这个豆芽菜 对 对 然后再把汤汁倒进去 然后再加一点这个什么 这个 这也是香茅吗 不是 高丹塔 味道怎么样 好吃 然后淋点汤 我觉得河粉吃起来好爽口 为什么在这里做食物都这么的专业 因为加拿大在十多年前 早期有提供给技术移民 就是专门是引进厨师 只要你是在 不管哪个国家 在大餐厅 或者是名餐厅里面 有执照的厨师 做过的大厨 来了温哥华 都可以给你非常高的分数 真的 所以世界上有非常多 有名的厨师 就移居到了温哥华 到了加拿大 难过啊 吃美食真的就要来非常大 非常道地 那这吃起来很爽的是 因为它东西都很大 很大 但却不会觉得很疏糟 每个人的碗都很大 而且他们都已经点加量了 最好的东西还在后面 这就是我个人的最爱 越南咖啡 这越南咖啡就是把这个咖啡 用水慢慢清下去 然后直接滤啊 里面就剩下咖啡的渣了 这样子 然后你把这整杯咖啡呢 它是直接倒在这个冰块上面 就变滤咖啡了 对 因为是非常非常的浓 真的假的 你要整冰块慢慢化掉之后 再喝它 温哥华喝咖啡的人口 是全世界比例 比例来讲 你在这边卖咖啡很赚钱 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赚钱 我还喝一口 你还喝一口 它这个加炼奶 它就不用再另外加糖了 好喝 VV你来 好喝 吃饱喝煮 又结束了一天 充满惊奇的温哥华之旅 我们爱旅行 下次又会介绍 什么样令人惊艳的美景 跟美食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这个整个市里面 差不多有30%是华人 是 在整个华人呢 我们一致投票通过 我们爱旅行 是本市最受欢迎节目 希望你们呢 这个我们讲说呢 继续努力好不好 好 把这么好的节目 带给大家 因为第一次来这个加拿大 太好了 所以我特别呢 带给你们一个最佳优质节目 好不好 一个特别的一个讲话